零八癌血癌案例 2018年的5月22号 我以为自己是感冒 去看了小额科医诊所 看了两个星期 一直都没有好 医生直接告诉我 赶快去大医院看病 6月5号我到大医院 医生确定我是严重的肺积水 要求我马上住院 6月14号经过仪器的检查 医生直接告诉我 我是零八癌跟血癌第四期 然后6月29号我就开始了 化疗及标靶治疗 总共经历了八次 抽骨髓四次 12月29号 总共经历了七个月的治疗 医生直接告诉我 我的癌细胞长大了 化疗后我的头发没了 而且无法自行排便 走路也很困难 心跳一分钟是140下 我无法正常躺下来休息 必须使用呼吸器 视力也模糊了 严心举止也很困难 尤其讲话非常的困难 看到食物更没有胃口 全身痛到每天晚上都在哭 心情也很慌张 那所有的来看我的亲戚朋友 我都跟他们说 我没有离奇跟你们讲话 突然有一个修行的师傅 他来看我 他跟我说 你的癌症不会死 但你如果再继续治疗 我怕你撑不下去 会受不了 2019年的1月2号 我开始到了基金会 求助原始点的师兄 我了解他是非侵入性的 自然疗法的一种 简单医学 但需要自行的DIY 一种方式 理解以后 断然拒绝的西医所有的治疗 他帮我 刚开始帮我搭温敷 就是喝姜汤 局部的按推 因为我全身上下都是原始点痛点 回去我也用姜汤灌肠 当天灌完肠以后 我的心脏最舒服 而且比较能呼吸了 每天也在家里喝250cc的姜汤 在家没事就温敷 家人一天也是最少帮我按推一次 我一天三餐都有吃温乐的时候 然后还有记得要写日记席座 记录我的生活 两星期以后我可以从家里走出来 从五楼走到四楼 我自己又能够手肘按推 当天我就吐了 一共吐了五天 化疗期间我都没有吐 可是吐完那五天以后 我发觉我非常的舒服 我整个人比较吃了下东西 呼吸也比较顺畅的许多 2019年3月 我的眼睛又肿起来了 因为化疗的关系 我的眼睛每隔一个月 就会肿起来 刚开始会用姜粉泥涂抹头部 这包裹的脸部都有涂抹姜粉泥 头一也比较不晕了 而且肿起来的部分 隔天都有流出白色岩石 之后我每隔三天就会涂一次 现在全部都好了 2019年的五月 我就可以开始爬山了 每天一座山来回 心情也变得比较愉悦 同年的六月 我可以一次爬两座山来回 而且我直接到宜蘭去爬太平山了 这是我生病以来 最维持最好的状况的时候 到现在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 就是 咱事 咱 rode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